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之间的甘肃省金塔县 超六成面积是荒漠化 是甘肃荒漠化和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境内以巴丹吉林沙漠前端等为主的四大沙系全程160多公里 有415个封沙口,18个重点封沙口 近日,在金塔县防沙制沙综合实验示范基地里 制沙站站长赵清明回忆起几十年前封沙肆虐的沙蝉暴 仍然心有余悸 我们现在说一说的就是沙城堡 整个大风寡的蛮无天气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办法回家 都在学校里面有楼市通知看管 我们这地方经历整个圈年的蒋肉粮不多60毫米 圈年的蒸发粮有大多1700多毫米 这个蒸发粮比较大 所以这个密植日可树,密压日片沙 都有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从20世纪50年代起 金塔开启了全民总动员式的制沙造灵模式 并在持续的实践中探索出生物制沙 风域保护,工程制沙等多种制沙措施 多种新型固沙材料的运用 为当地的防沙制沙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60多年来,金塔已建成防护灵带90多条 零往4000多公里,林地面积140多万亩 昔日的风沙口戈壁滩都变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像我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都是逼着沙的,在这地方进行压杀 到了工作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 有了肢解也比较多了 肢解也会在九字出台 整个的情况看似,金塔天要变暖了 肢解要变绿了 生态环境明目,全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位于金塔县城西北部的胡杨林景区 总面积8万余亩 每逢10月,金塔沙漠大片胡杨林 油绿变黄,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而在六七十年前 这里也曾是环境恶劣的滚滚流沙地 今年65岁的王端正在这片林场里工作了一辈子 新手栽植的林木已不计其数 每每走进高大的胡杨林里都感慨不已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啥都没有 这个光头头的日子,几乎连错都不着 王端正说,灾树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家园 避免风沙清洗,然而随着管护体系的完善 和人工造林面积的不断扩大 不仅沙漠绿洲渐险,还兴起了胡杨经济 金塔县通过打造文化旅游大景区 举办沙漠探险,戈壁徒步等体验赛事 带动餐饮住宿,商贸物流,文化创意 健康养生等产业发展 由防沙制沙向制沙用沙转变 开始沙里淘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